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 有一位女裁缝 叫做线轴太太 这一天正在赶做一件礼服 她很累 头也很疼 可仍然坚持缝完最后一针 她的女儿爱玲说 哇 世界上再也没有礼服比她更漂亮的了 公爵夫人一定会喜欢她 可是她的妈妈却说 是很不错 不过 孩子 这件礼服今天晚上要穿 但我没有力气去送了 我浑身的不舒服 哦 可怜的妈妈 我可以把她送过去 不行 小甜心 我可不能让你去 这么大一包东西 到宫殿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再说 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 嗯 我喜欢雪 爱玲坚持说 她把妈妈哄上床 给她盖上两条被子 还在她的脚上搭上一条毛毯 然后她给妈妈泡上茶 放入柠檬和蜜糖 再往火炉里加了一点木柴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 爱玲小心地把高贵的礼服 从模特儿身上脱下来 叠好放进一个大盒子 还填上许多薄棉纸垫 妈妈虚弱地叮嘱道 穿的暖和点 小心干 别忘了 扣扣子 外面又冷 风又大的 爱玲套上绒毛靴子 戴上红帽子 裹上围巾 穿上厚大衣 戴上手套 她在妈妈滚烫的额头上 亲吻了六下 再看看自己的确穿得够暖和了 就抱起大盒子出门了 然后把门牢牢地关上 外面真的非常冷 雪花被狂风卷着 到处飘来飘去 打在爱玲的脸上 她沿着上山的路 走向农民贝内特的牧羊场 她到牧场的时候 风就更大了 鸡血已经埋到了脚踝 风推着她往前走 让她跌跌撞撞的 爱玲心里埋怨着风 手中的盒子也成了一个大麻烦 她顶风冒雪 对风发出警告 哎 拜托 你别吹得那么厉害 到了牧场中央 雪下得越来越大 风也刮得更厉害了 爱玲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 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走 冰冷的雪钻进她的靴子 把她的小脚冻得冰凉 她毕竟嘴巴加快脚步往前走 这可是一项重要的使命啊 等她来到苹果路时 风决定大显威风 她刮断树枝 把他们东扔西丢 还扬起纷纷雪花 要阻挡爱玲前进 爱玲转过身 背对着风继续前行 风尖叫着 回家去 爱玲 回家去 我才不回家呢 我不回家 你这讨厌的风 回家去 回家去 风声更尖锐了 不然 有那么几秒钟 爱玲想 她是不是应该听从风的警告 不 礼服一定要给公爵夫人送去 风要把大盒子从她手中抢走 她猛击裹鞋摇晃 抓挠着盒子 盒子被吹得摇来晃去 眼看就要脱手 可是爱玲 可是爱玲就是不放手 这是我妈妈做的礼服 接着 大盒子 还是从戴着手套的爱玲手中被风夺走了 在雪地上翻滚着 爱玲赶紧去追 她扑上前 一把抓住盒子 可爆脾气的风 还是吹开了盒盖 礼服一下子被吹出来 和那些薄棉纸垫 一起在空中飞舞 爱玲抱着空盒子 眼睁睁地看着美丽的礼服被吹得无影无踪 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眼泪在爱玲的眼睫毛上冻住了 这些日子 她亲爱的妈妈辛辛苦苦地干活 又凉又财又丁又缝 可现在 礼服就这样白白地没有了 还有那可怜的公爵夫人 爱玲决定带着空盒子亲自去解释这一切 她在雪地里蹒跚地往前走 她想 妈妈会不会明白 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都是风的错 公爵夫人会不会生气呢 此时 风正像一头野兽那样在呼啸 爱玲突然踩到一个坑摔倒在地 扭上了脚 她认为这全是风的过错 别吹了 你坏事做尽 你把一切都毁了 一切都毁了 可是 风 吞没了她的身影 她坐在雪地里 脚疼得要命 真担心再也走不动了 但她还是忍着痛 站起来继续走 真的是好痛啊 家 她和妈妈一起温暖生活的家 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她想 现在应该离宫殿更近一些了吧 可是 在这白茫茫一片的雪地里 她搞不清楚自己在哪儿 她拖着受伤的脚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这一天 眼看就要结束了 我走的路对吗 这是哪儿 可周围没有人可以问路 满天风雪里 所有人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都躲在自己的家里 就连动物也躲进了他们的洞穴 艾玲只能继续步履艰难地往前走 天很快就黑了 但她感觉得到 黑暗当中大雪还在下 她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 又冷又孤单 艾玲迷路了 她必须走下去 她只希望找到一座房子 随便什么房子都行 只要能让她进去 她强烈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 积雪已经埋到她的膝盖 她抱着空盒子 踩着积雪走啊走啊 当她正想着 像她这样一个小家伙 还能坚持多久的时候 突然觉得前方似乎亮了一些 原来 在下面某个地方 出现了一点微光 她朝亮光走去 很快就看到高高的山坡下 有一栋灯火通明的大宅 哦 那一定是宫殿 于是艾玲拼命地向前走 噗隆通 她猛地摔了下去 被埋进雪里 她从一个小陡坡上摔下来 只有她的帽子和空盒子 还露在积雪外 就算她喊救命 也没有人能听见 她浑身哆嗦 牙齿咯咯作响 她甚至想 不如就冻死算了 一了百了 为什么不呢 反正 她已经被埋葬 再也看不到 妈妈的脸了吗 听不到 那闻起来就像 刚出炉的面包 一样的好妈妈了吗 想到这里 艾玲气坏了 她猛地挺起身体 一番挣扎之后 艰难地从雪中挣脱出来 跪在雪地上朝四周看 怎样才能到达 那灯火辉煌的宫殿呢 这个问题刚冒出来 便马上有了答案 她把盒子放好 爬了上去 可是盒子陷进雪里不动 她再次尝试 这一次不是爬上去 而是跳上去 盒子一下子动起来 就像雪橇一样 向前滑行 风拼命地追赶艾玲 但是根本就追不上 很快 她就又可以和人们 在一起 待在温暖的房间里了 雪橇慢慢地下来 停在了 铺着石子的路面上 是的 现在得去把坏消息 告诉公爵夫人 艾玲紧紧地抱着空盒子 紧张地朝宫殿走去 可就在这时候 她停下脚步 张开嘴 瞪大眼睛盯着前面 天哪 真的是不可思议 可是千真万确 右边不远处 那件漂亮的礼服 正紧紧地拥抱着一棵树 是风把它挂在那里的 妈妈 妈妈我找到她了 妈妈 谢爹谢爹 我找到她了 尽管风还在乱挂 艾玲还是想办法 把礼服从树上拿了下来 放回盒子里 不一会儿 她就站在了宫殿门前 她扣了两下大大的同门环 门一打开 她就冲了进去 她受到了一群 为她喝彩的仆人 和一位欣喜若狂的 公爵夫人的欢迎 他们不敢相信 在这样的暴风雪中 她能够一个人 越过那座山 他们要她把整个故事 从头到尾讲一遍 艾玲讲了 她请求 把她送回生病的妈妈身边 但是他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积雪要到天亮 才能被扫除干净 而那时候 山路才可以通行 公爵夫人安慰说 孩子不要担心 你妈妈现在一定在安睡 我们明天第一件事 就是送你回去 艾玲坐在火炉旁 美美地吃着晚餐 她的湿衣服 也被炉火烘干了 这时候 公爵夫人已经穿上 刚运好的新礼服 等待客人们 坐着雪橇到来 多么完美的舞会啊 穿着新礼服的公爵夫人 就像夜空里 一颗明亮的星星 着装平凡的艾玲 也同样熠熠生辉 英俊的贵族绅士 把她抱起来跳舞 不让她的脚碰到地板 这样就不会加重 她脚踝的疼痛 也许 艾玲的妈妈 会非常高兴 听到这一切的 第二天一早 雪已经停了 县轴太太 美美地睡了一夜 醒来之后 感觉好多了 她急忙在冰冷的炉子里 升起火 接着就去看艾玲 可是艾玲的床是空的 她跑到窗前往外看 大地一片白茫茫 一个人也看不到 只有积雪从树枝上 飘落下来 我的孩子在哪儿 我的孩子 艾玲 艾玲 县轴太太叫起来 她裹上大衣 准备出门去找艾玲 她一打开门 迎面看见的是大堆的雪 可往远处看去 只见两匹马 拉着雪橇一路跑来 雪橇上 坐在两个仆人中间的 正是艾玲 她睡着了 脸上 却还是笑眯眯的 小朋友们 你们想听接下来的事情吗 雪橇后 坐着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医生 公爵夫人给艾玲的妈妈 送来了一个白糖姜汁大蛋糕 一些橘子 一个菠萝 和多种口味的糖果 她还附了一张字条 说她是多么的真爱这件礼服 还说 艾玲 是多么的勇敢 多么的有爱心 县轴太太当然知道 她知道的 比公爵夫人还要清楚呢 谢谢大家 这么一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